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他怀疑木岛还在研究红色墨丘利 木岛说这些早得研究死心 也于这都是被汤川所赐 汤川反驳道 在老师的计划中 完全缺乏核反应的控制系统 从那个研究所产生的东西 不是反应堆而是小型核弹 若落到谁手中后果不堪 木岛强行打断他的话 那是使用人的问题 科学家只负责研究 两人的聊天 已被秘书公子偷偷录了下来 汤川认为 熊一的遇害时间是10月16日 并不是熊一与木岛 在门口起争执那天 至于上岩的死 可能是木岛的帮手所为 木岛淡淡的说 逻辑展开太过粗糙 你的论文最好从头开始该谢 汤川表示 自己一定会解开 熊一与上岩的死亡之谜 给老师看 女主赶到研究室 便迫不及待将上岩的身份说了出来 却发现汤川不在 在她的询问下 老林讲解了汤川有木岛的关系 木岛曾是合同力研究的权威 在那外泄事物后 传言她开始研究红色墨丘粒 即能将中子百分之百反射的虚幻合金 若有这个 只需要少量的布 也能制作出优良的反应堆 汤川教授也曾是研发组的成员 之后木岛的研究被人检举 被地大解雇 传言举报人是汤川 老林啃讲女主 别再打扰汤川教授 因为汤川是学会的希望所在 说文向女主申举一功 傍晚 女主没有接听汤川的电话 她决定以后不再去打扰汤川 准天她与阿珊到KS公司调查 却无功而返 汤川发消息称 有重要事情商量 女主仍旧没有理睬 她与阿珊将木岛交来警局问话 却没得到一条有用信息 木岛回家后 发现秘书公子正在剪辑汤川的录音 她被因琐事让木岛老师分析研究而自作 女主走出警署 发现汤川正在等她 汤川问她 为何故意躲避自己 女主乘客的向她道歉 说以后不会再麻烦她 听吧 汤川说 自己不喜欢半途而废 即便这次没有警方帮助 她也会解开谜团 转听 秘书公子自杀了 所使用的手枪 与杀害熊一的枪一样 她在遗书上承认 是自己杀死了熊一和上彦 女主认为 事情绝没那么简单 决定继续调查 她将熊一的留言 拿到科搜盐研究所 经分析 技术人员告诉她 留言中的声音确实是熊一 但所有单词 都是人为拼接制作而成的 老林看到汤川无心实验 独自前往龙人湖搜集线索 学生们看到她的举动 也纷纷加了帮助汤川教授破案的队伍 率警官告诉教授 KS公司销售上彦 八年前曾在前南斯拉夫工作 之后便做了武器商人 结合木岛的话 汤川突然觉得 自己还之前想错了 并不是木岛想杀熊一和上彦 而是熊一与上彦想杀木岛 他迅速拿起笔 在纸上写下几页公式 将已知线索贯穿其中 得到了自己的猜测 熊一应该已经使用 在河反应堆冷却的 超级纳研制出来了 这样一来 龙人湖爆炸便可以解释通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带着学生们 在河边成功完成了爆炸实验 圣诞节这天 木岛伪造汤川的声音 把女主骗至研究室 并将汤川也叫了过来 汤川对木岛说出了 整个事件的猜测 熊一发现上彦是 紧藏在自己公司的武器商人 所以把上彦带到湖上 使用超级纳引起爆炸将其杀害 熊一发现公司 实际是以开发核武器 为目的的研究所后 赵栋宁想交证您的想法 他大概有刺杀您的准备 结果反被枪杀了 尸体被遗弃 是在被杀害的当日 或是在内之后数日 最本是在10月19日之前 因为10月19日的 落雷产生了冲击波 是落在池塘里的驴板 您在熊一脸上 制成了死亡面具 之后为制作不代场证据 公子冒充熊一 骑在摩托从大楼管理员身边经过 并从熊一原来的声音中取样 制作者假声音 给熊一母亲留言 最后您用杀害熊一的枪杀了公子 让他蒙上所有罪 迫使警方结束救他 听吧 木导说 你的分析很精彩 只有一点你错了 我并没有杀公子 他是为了让我继续研究 甘愿牺牲了自己 真正理解我的人 恐怕只有公子 没有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越是这样行 我才会越嫉妒你们的未来 说完他一把扯开木梁 只见女主被绑在一个机器上 汤川问道 红色墨丘利 木导自豪的说 是的 他足以毁灭一半东京 算是我留给你的最后课题 解除方法共有7854种 但正确答案只有一个 时间接着今天5月12点 还有三小时 汤川为木导的行为所布斥 这是你让公子去杀熊一的吧 你根本不配当科学家 持续危险的研究 导致两人死亡 却绝不会弄脏自己的手 你已经想到公子会为你走上绝路 却坐视不理 现在又射出了炸弹 让我背上所有的罪 不负责的人 不配当科学家 你没有资格创造未来 那就证明给我看 你可以创造未来 木导冷冷的说 随后绝情的转身而去 女主问汤川 为啥放走木导 也不向别人求助 第一 他很可能有遥控引爆装置 第二 其他人来的话 差一些工作 不能集中精神进行 女主哽咽着 让他赶快逃走 舒散周围的人 让他们去避难 旧导却不慌不忙 煮起了咖啡 都啥时候了还喝咖啡 连雨哥都不淡定了 见他不肯走 女主哭着哀求道 我不想让你死 求你快走吧 汤川却坚定的说 我做不到 因为我也不想让你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木导倒上两杯香槟 准备度过最后的圣诞 汤川首先用至阴分解法 将能被五整治的数 从7854中去掉 接着打开工具箱 测顶电压后将风扇冷却 灭掉了一些电路 他一边拆卸电路板 一边对女主说 告发木导老师的不是我 而是他的助手 当时我一边否认木导的想法 一边继续研究 结果我也成了与木导一样的人 不 你跟他不一样 女主大声否定道 汤川让女主拿住打印的电路图 他要全身贯注进行拆除 错一步两人都活不成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汤川终于将眼前的电路破解了 起量左边的机器又启动了 满屏都是阿拉伯数字 他发现这些数字 使用了非波纳歇数列 于是开始在电脑上进行演算 但渐渐的发觉 自己还绕了远路 那些阿拉伯数字的乍看似乎有规律 实际上是会根据出舍者产生变化的 经过计算 终于所有电路图都清除了 突然扣在机器上的拱形盖子向上抬起 女主以为结束了 汤川却说 才刚开始 最后剩下一分半 汤川打开盖子 露出了密密麻麻缠在一起的电线 这下他也蒙了 只能靠运气了 他问女主最喜欢什么颜色 粉红色 文言也像理性的汤川 用钳子剪断了一根电线 木头睁开眼 惊异的发现也过午夜十二点 而自己还活着 这时固定着女主手脚 及头部的机关全打开了 汤川望着女主平静的说 结束了 你的直觉属于超异常现象 他久久望着那根 被剪断的粉红色电线 伸手将软弱无力的女主扶了起来 女主一头扎进她怀里 像个孩子一样小声说道 圣诞快乐 在这之后 女主摸透了教授的性格 美满遇到搞不定的案子 便耍赖般跑到研究室寻求帮助 他故意将案子说的神乎其神 超越常理 引汤川上钩 这一招果然屡是不爽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题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内已提前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